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世界上最远射杀距离保持者 TAC50狙击步枪 3540米 麦克米兰公司成立于1989年 距今已有32年的历史 此前是一家专门研发和制造 猎枪和狙击步枪的公司 201年成为了战略兵工厂的子公司 TAC50一直是麦克米兰公司的拳头产品 可谓是出厂级巅峰 TAC50是一款手动旋转螺栓式 狙击步枪 弓弹依靠5发克拆卸弹匣 枪长144.8厘米 枪管长73.7厘米 重10.8千克 口径为12.7毫米 子弹出速823米每秒 有效射程1800米 为减轻枪身重量 不仅在枪管内射有凹槽 就连枪托也是玻璃纤维制成 相同口径 相同长度的巴雷特重量 则为13到15千克 可见TAC50在减重方面 确实下了功夫 其实真正江泰50打出名号的是 在阿富汗作战 支援美军行动的加拿大狙击手 在2002年 加拿大狙击小组在阿富汗战区 击中了一名2413.5米外的机枪手 实际第三发子弹才击中 这是当时的世界最远狙击距离记录 到了2017年 同样是有加拿大狙击手 在伊拉克摩苏尔成功击中了3540米外的目标 子弹在空中足足飞行了10秒 成为了新的世界最远狙击距离记录 使用的狙击步枪同样是TAC50 实际上TAC50的有效射程的数据为2000米左右 打出3500多米的命中记录 加拿大狙击手使用的16倍瞄准镜 TAC50本身的大口径弹药 拥有更大的实际射程 在更远的距离上也能保持杀伤力 以及狙击手优秀的射数 都是射程外精准命中重要因素 其子弹在空中的飞行轨迹 呈现明显的弧线 TAC50出速在850米每秒 有效射程是2000米 最高射程的数值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 毕竟作为射程第一的枪械 它的最高射程永远在被打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TAC50的精度 在发射比赛集中 TAC50的弹药精度甚至能够达到0.5摩 这在同类型的枪械之中 已经是最高级别的精度 不过这个精度在发射时 也进一步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后座力 为了狙击手的身体着想 TAC50也在枪口处安装了 比其他枪械更加高效能的致退器 以此来缓和常人难以忍受的后座力 其枪身采用玻璃纤维和工程塑料材质 枪托采用强化塑胶材质 枪身重量轻 而且枪托也稍微较柔软 射手使用起来相对舒适 尾部也放置橡胶缓充电 可以减轻狙击手对后座力的承受压力 TAC50发射12.7乘以99毫米弹样 弹容量为5发 弹舱可以拆卸 该枪可以发射12.7乘以99毫米穿甲弹 或常规普通弹 机架顶部没有安装默认的机械罩门和准星 完全需要靠狙击境来瞄准 该型狙击步枪的性能非常强悍 并且能执行多种环境的狙击任务 在绿色被雷帽特种部队中 远比具备半自动发射能力的巴雷特 反器材狙击步枪更受欢迎 TAC50有一个瞄准镜导轨 可以安装各种望远镜或夜视镜 虽然这种武器没有备用的铁制 瞄准具已被紧急使用 加拿大武装部队使用这种武器 放大倍率为5至25倍 这种武器具有出色的准确性 这种武器的性能 由于英国精确国际AW50狙击步枪 它们装有相同的弹药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